哈喽大家好,我是Isabella,我又回来了 今天要来给大家做一个首次合作的影片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我的好朋友 他的YouTube channel是Apahkabar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兴趣到他的频道看看的话也会非常欢迎 我第一次做这个 希望也可以为他的频道增加很多的点阅率 今天我要邀请他来做一个小游戏 就是因为大家疫情在家都闷得发慌 所以难免就会开始打扫家里啊 然后整理衣柜啊 所以呢今天我就决定来跟他玩一个 我们叫做Closet Swap 那Closet Swap是什么呢? 那其实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Closet Swap应该就是我们到朋友的家里 然后去挑选一些他已经很少在穿 但是其实状况都还很新很好的衣服 既可以不用花钱买新衣服 然后又可以挑到喜欢的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算是省钱又环保的做法 那现在疫情之下我们就只好互相为对方挑一些他们会喜欢的衣服 然后我们就会互相宅配到对方的家里 我为他准备了一些衣服 那基本上会是给他一个惊喜 所以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试穿 跟我收到他的衣服之后的开箱跟试穿吧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件我跟他要swap的衣服 是一件非常可爱的elmo t-shirt 这件我从来没有穿出门过 在家里我可能也只穿过一次 所以这是一件uniclo的t-shirt 然后他是跟 好像是跟那个Clos Clos联名的 所以他所有的elmo characters都眼睛都是打叉叉 那这件我已经把它洗好了 希望他会喜欢 因为他跟我说他上班的时候都穿t-shirt 所以希望 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希望他会喜欢这件 那第二件呢就是前一阵子他跟我说 他很想要找 因为夏天已经快到了 我最近穿午休了 他跟我说他很想要碎花的洋装 那我刚好就找到有一件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pattern 就是图案 那行的话呢我们就让他来试穿给大家看 这件我自己从来没有穿过 借别人演出的时候穿过一次 所以其实他也是蛮有意义的 那我自己有图案不一样 但是一模一样的版型的洋装 另外一件 然后也是碎花的 所以其实这个如果我们一起穿的话 就会很像就是姐妹装 期待你会喜欢 好第三件呢是全黑的小礼服洋装 这件呢我是从来没有穿过 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二手的 那我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拿到这件衣服 因为我其实也有其他的黑色洋装 那这件很优雅 它下面还有一点小开叉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点点的低胸设计 加上小开叉 所以我觉得这件 其实如果搭一个珍珠项链啊 或者是一个那种轻薄的红围巾 红丝巾 其实我觉得都会很好看 是一个很有气质的洋装 而且它的布料其实蛮厚的 所以如果去很冷的冷气房 应该不管是去喝酒啊 还是去参加party啊 我觉得都会很棒 那就是希望疫情搞快结束 我们有这些场合可以去 这件也非常希望你喜欢 嗯 好那在前面就先给大家套走三件 其他的我们就等他自己开箱慢慢看啰 嗯 我觉得这件 紧真的 长板连衣裙 应该很适合带哦 我觉得这个 一定要列入首选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建玉玲 建衣服 我穿起来就是 很没有精神 然后很像居家的衣服 然后它的那个外型 最好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欧美风 它可能穿起来就是会有 比较辣 比较 我觉得很lady很辣的感觉 应该吧 我觉得很好看 只是我实在没有办法驾驭它吧 它就是一层一层的蛋糕裙 而且它的材质就是有点 赤光有亮泽的感觉 我一开始看到照片 我真的觉得很仙女 直到买回来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穿起来就有一种 夏威夷的感觉 然后就 屁股很显胖 所以第一件要给我挑战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单品 上衣就自己配吧 这个是我觉得 自认为有点 屁孩臭女风 它这件裤子也是 皇后算买的 它是很多孔带的一个 光装牛仔裤 而且是宽版的喔 上半部 我认为那个 让它搭配的是这个 很想见的 伸缩自如的一个小背心 它是木耳边的 有没有 就是会有很多的那个 破烂 然后这边还有抽皱的设计 就是比较很可爱 小女生的风格 那这个就是让它这样子搭 我还附了一个 受到很傻眼的东西 超级 你看 超级就是 黑暗超女风 很浮夸 超级浮夸的一个项面 指甲的哟 超级俗女款的洋装 比较宽松 它很少穿宽松的衣服 这我觉得可以让它试试看 最后一件这个 西装外套 全新的 而且它是韩版 Oversize 就是女的一种 也是一个Omni的感觉 它是全内衣的 我觉得它材质算是还不错的 而且有一个小垫肩 然后肩盘会比较那个 橘角肩 好吧 衣服都准备好了 Bye 我收到包裹了 前天Lindsey才寄出 我今天就收到了 超级快的 然后我画了一个就是 很简单的妆 因为我也不知道 她给我的颜色是什么 她告诉我 我风格是保密 这个就是她 给我的一大箱 你看我的手这么小 然后这箱子这么大 我完全没有料到 会这么大一箱 因为我给她的 就是你们到时候也看到 就是大概只有这个 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割开吧 OK 你发现她把我把每一个 outfit 就是可能一个上或一个下 都装成了一包一包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outfit吧 OK 好 第一个outfit是 这是一件什么呢 Oh my gosh 好我错了 第一个是 一件 藕色的洋装 Oh my gosh I love this 我太 太兴奋了 这一个是 realizing dreams 的一件 细间袋的洋装 Oh my gosh I'm so excited to try this on OK 好然后 这一个那 也许这一件也是一个洋装 这是一件全白的 Oh this is so cute 这是一个 很像蛋糕裙 蛋糕裙的 好香喔 吊牌已经剪掉了 OK 所以我要自己figure out a top 我也不知道这可以搭什么 可能一个crop top吧 这个很适合去party 太可爱了 第二包 这个感觉只有一件 因为它只有一个颜色 是格子的 Oh wow Oh my gosh is this a blazer 这件是so nice 的 Oh it is Wow 我一直很想要试试看这种 就是很有 那个叫什么 就是舞台风格的这种 blazer 一个swel 那我 我还不知道我想一想 我里面应该穿什么 搭个那种 西装裤吧 不知道如果你们有一些什么idea 如果等下我穿起来 就是我搭的不好 你们可以给我一些idea 或者是lindsay你看到这个 就是如果我搭的很诗怪的话 你也给我就是讲一讲 应该怎么穿比较好 到了第三包 我就发现都用queenchop的塑胶袋 可见你很爱买queenchop OK maybe要check out 第三包呢 也是一件 它是一个 Oh wow 它是 这家是什么呢 IEF IE服 这个应该是一件洋装吧 一件全白 然后有 镂空的洋装 哦 我喜欢 哦我拿反了 like that OK 然后它袖子上还有很可爱的绳子 可以帮蝴蝶姐 啊 这个我也很喜欢 好最后一包 有一个小surprise 看到有一个小的 accessories在这里 感觉是一个饰品 哦 这是一个项链 我一直想要一个珍珠 Oh and it's a cross 它是一个 就是 珍珠十字架 哦天哪 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那种 statement necklace 就是很浮夸的那种 这还不是超浮夸 但对我来说已经很浮夸了 我会带的项链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十字架而已 从来没有这么大一颗的 ok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跟 这一个 这一包的outfit一起 好 然后它的上衣是一个 这是小孩吗 这怎么那么可爱 I don't know if I fit into this 这超小的 这就是一个小crop top ok 然后加上 看起来是一个牛仔裤 是吗 哦是耶 哇哦 这是like boyfriend jeans 这个超 超宽 Car Caroline studio ok 没有听过的 孩子 但它是一个很宽的那种 牛仔裤的样子 感觉配那种wedges 就是蝎型鞋 应该会 蛮有夏天的风格 不过我不知道现在夏天那种热 这个穿不穿得住 很棒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石川照吧 呵呵 给你们看 好 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卡片 太有心事了吧 哦 除了衣服以外 还有三份面膜 而且是artistry的 我知道这个牌子 Thank you 太好了吧 太有心了 一件衣服 哦 是少女的香味 真的是香香的耶 白色跟湖水蓝 拼接的一个长袖T恤 真的 很神奇 这个我之前也有一件 一模一样的 我的是紫色袖子 配白色的T恤 然后 大学班出社的时候消失了 哈哈 然后现在又获得一件 然后这个呢 这是背心吗 对 三红色的背心 它前面还有一个排扣的设计 很薄 应该是就是很夏天的 然后这个 M size 应该可以的 我看到这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 我妈妈的感觉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穿 类似这种版型的衣服 哦 这个我喜欢 可以看 这个是 Cose 然后跟Sesame Street 这个我超喜欢耶 眼睛叉叉的有没有很可爱 这个我之前很想买 那时候卖很红 然后红到就是全货 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我就没有买了 然后现在我就不得了 这个很好 这个我上班会穿的类型 我上班最喜欢穿T恤 喜欢 花花的 其实我那时候东西寄出去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蛮想换到一件花花的衣服 果真换了一件有过花的 哦 这个我超喜欢 这个也好喜欢 你看他的肩蛋细细的 这超好看的 这是Zalora的 哇 好幸运 这件 哦 这件真的很好看耶 我觉得 这件好喜欢好喜欢 待会一定要来市场看看 然后他后面这边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一个很厚的 最后一件了 黑色的耶 黑色就是我的颜色 哦 我觉得这个 可能穿起来会有很专业的气质 待会要来试试看 那个箱子里面会香香的呢 就是因为 嗯 我喷了 其实不是我的奇迹精 是我喷了Victoria's Secret的香水 所以它是一个少女香味 那我平常不是会喷那种很少女香味的香水 只是因为现在都没有办法出国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香水 所以我就把那个超大瓶的Victoria's Secret 就是拿来喷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然后跟我还有Lindsay一起玩closet swap 希望大家都有开心 然后如果你们有机会有一个朋友可以跟你一起玩closet swap的话 也欢迎把你们的经验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们 很期待看到大家的成果 祝你们都可以玩的开心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